我每天都要看妞 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为了我的心情愉悦 大家好 我叫流浪傻妞 别紧张 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这部分这两天我发了两期 我在这个疗养院里边的生活 吐槽了一下 于是乎呢就收到了很多 热心网友的留言的 其中有一些都特别的有意思 咱家有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妞儿我发现你特有才 你适合去当演员 咱家另一位网友说的 阿家妞儿更适合去说脱口秀 于是乎呢又有一个朋友说的 妞儿你别听脸 他俩瞎巴巴 我觉得以你的才华 你应该去写书 你写啥呢 写本日子再写本月子 再写本黏子再写本黏子 我不得不说兄弟 你太有才 这日子跟月子我还能将就 还能整出来 这年子咋整 我实在整不了 不行留给你整得了 哎呀这昨天把这五块钱给打了 我刚才已经离家出走了 我到现在也没回来 你说的也不是上哪去的 咱也不敢问呢 是不是啊 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 你就这次是整的 所以说呀这俩人在一块啊 能动手 还有什么 因为 你这个在家真亲密 我这早饭也可以吗 来这 有点汤 你看 ok 我的三明治做好了 开始搂他 哦对 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哦 说到那个 让我出书那事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 出书这都不算是狠的 咱家还有个更狠的 你们知道他让我干啥不 他让我去出家当你 我让我去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大响雕 你咋想的呀 你这脑袋瓜子 不一般的 小问题跟别人都不一样啊 对不起 我给你个任务 你去研究一下 宇宙的尽头在哪里 宇宙的尽头在哪里 找不了你了是一体人的 哈说你去吧 那个清静 啊 啥也不用想 那么好的人大不去呢 哎呀 这两条羊啊 也是因为牛的事啊 让你们超过最新的 这不还有人说了 牛肉啊 我觉得你 你应该去找宋小宝 我觉得你俩特合适 今天呢 我就跟你说去死吧 要不是因为我怕黑 因为我怕黑 我跟宋小宝 说的 还真有戏 啊 这以前嘛 总是说我长得丑 我呢 却不以为然 这不过最近我在僚小院里边待着 天天跟这些人 见面打招呼啥的 越来越多人都说我 这孩子长真不咋地 这孩子长真丑 直到直到今天 我看你 现在就骗不着 I'm afraid to see